责任 责任 走呗 哥 我跟那个刘副团长 和中残保都说了 他们都非常高兴 而且城里面也非常热的 来 上 哥 走 走 真的是赵家人 这小子我认识 赵金贵 之前扇过我爹梁耳光呢 化成灰我都记得他 你还记仇呢 大哥 你爹被打了 谁转身就能忘了 之前我敢怒不敢言 现在活该 什么东西 看来 关系是要遍天漏了 这也说不定 这日本人连进咱山城 这八路 这八路不一定神勇倒得过谁呢 有道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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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刘副团长 中头 辛苦 辛苦 都怪你啊 李贱 抓住我的少庆贵 给这次战役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李贱 说实在的 我想起来啊 现在这一个后话 要不是你 你 我真不知道 结果会是怎么样 有我在 结果当然会很理想啊 怎么一点也不谦虚 不识瓜 说你胖你就喘 说你胖你就喘 说羊的 顺杆盘啊 老李 快点 把招拳棍给押下去 严家看管 好 带走 好 来 不是优待俘虏吗 好啊 好啊 好好用他优待你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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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看啊 还想游戴 看 你们觉得这个赵金贵 该怎么处理啊 有什么好想的 赵金贵的罪行庆祝难书 开个宫室大会 就地正法 让你死去的战友报仇 为乡亲们解恨 不能这么简单 我想啊 咱们还是开个会 商量一下子 行 我同意 好吧 租金贵 阿谷 这啊